第一次這樣輕鬆 開始 上頭踢就是一隻手跟腹手 一隻手握著腰帶 上頭踢就是一隻手握著腹手 一隻手握著腰帶 上頭踢就是見側腳先上 然後換側腳跟擺帳同時到下一組件地 一樣重複動作 見側腳先上 換側腳跟腳上同時到下一組件地 就是這樣 超人的手 可是這換側腹扶手 換側腹這個嗎 會用Fresh的人 手幾乎都沒有問題 甚至只有腳的問題 可能單側或雙側都可以 所以你不用去在意 它Fresh要放哪一邊 反正只要放在 如果你要這樣子拿 它會講 這個Fresh要等人放 等等等下聽它 請看我 繼續 見側先上 然後再換側腳跟擺帳同時到封城階梯 下樓踢的話 一樣一手就是扶著 扶手還有一手是拿的軌杖 然後最好是它扶住的位置 但是它會輕倒的方向 那也是一手是扶著扶手 還有一手是拿它的腰帶 那它的原則就跟剛剛那個是 就是下樓貼的原則 那首先 首先用上肢承重 然後它的拐杖先到下一階 然後再上肢承重 然後讓它壞腳 下下下 然後再把好腳放下來 對就這樣重複 好就是拐杖 然後再壞腳 拐杖壞好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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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好 然後 然後 拐杖壞好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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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拿拐杖的方法有三種 一種就是 兩隻在同一邊 然後第二種就是 就是 這一種的話就是跟 就是拐杖壞 拐杖壞 對 對 那如果的話 第三種的話就是 兩個 拐杖壞 這樣 然後從這裡 拐杖壞 好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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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說只有拿一個拐杖 就像這樣一樣 對 好 好 不要緊 要有兩隻拐杖的上架 這樣 兩隻拐杖的上架 那是 對啊 沒有講 可以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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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